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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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回到来就是眼秀发达赶场直播玩节 身边的嘉宾仍然是Rafia 和我们聊天 Rafia 你好 不如来谈谈内地股市方面的技术走势 看看上证指数 这一刻升20点,报2212点 护心心压指数上升25点,报2458点 深圳城址升157点,报8638点 我们上一节都轻轻说过 就是PMI方面的情况 持续向好 而且亦见到相关的数据 亦是负存问题都逐步改善 如何看待内地股市方面的走势 有什么要留意呢? 大家都说下一个事件都是三中传媒 如果回到我们的市场来计 我相信气氛仍然是不错 因为这段时间不断地说 无论之前的牌子又反复也好 但似乎上个月开始计 其实我们的确已经转强了很多 当然不多不少据做几个因素 最主要来说当然是经济动力 因为刚才上次也说到 自从7月份开始回来之后 看到国内的数据 无论7月8月 甚至今9月的初值数字来看都好 全部都是有个转步改善的情况 这些因素来说 都见到国内的经济不断看 就是从第二季之后 见完低位之后 甚至有机会未必继续探低 反而有机会回升 这些的确会即时对股市有带动 所以见到这一刻回来之后 其实这个几个月左右 其实内地的市场的确是做得挺不错 而且刚才提到一点就是 今早出了初值的数字是理想 当然后面来计的官方 例如下星期一出的中值数字 不论官方也好 或者汇丰PMI也好 接下来就出了中值数字 只要来说官方的中值数字 假设和汇丰的初值PMI数字的方向是一致的 或者是进一步扩幅到50流上 进一步好的时候 的确我相信这些 会有即时对内地市有着一步的带动性 而且除了这些数据之外 当然最后来说 未来的留意就是三宗传会 例如11月初就会开 看看传会之前 例如10月份左右 有没有一些政策 或者改革的因素出来 我相信有的时候 这些板块或者这些股份 有机会都会做一步炒作或受惠 重演到市场有机会做一步大戏 这当然是看得比较理想一点 但是都需要说一些 大家可能要留意的地方 给大家听譬如短线 或者是有什么因素 可能叫左右着的声势 因为刚才所说的全部比较倾向 都在一面都很不错 但是要少留意的就是 可能是成交因素 因为如果以上星期三来计算 内地市是假期之前 最后一天有市 那一天其实就是升上去 但如果以成交来看 其实是缩了 对比之前是少一些 而且以刚刚过去 比如四五六日 这几天都是假期的时候 我会经过比较长的假期因素 如果大家这一天都不敢即时 今天回来就立刻进一步入市 会令到短期里面 可能成交都未必太大的时候 未必能够做一步突破 甚至除了这个星期 是叫做内地有市之外 下个星期又有另一个长假 比如十一一至十一七 就是国内几个国庆假期 变相上星期和下星期 只是中间差一个星期 但是前后都这么多的假期的时候 会有某些投资者 可能宁愿不去入市 或者不去看市 可能稍微叫做观光网 所以令到可能成交 我相信这一阵都未必太大 所以会因为这些因素 或者成交不是太大 令到市未必即时炒得起 这些都需要去注意 而最后一点 就是不断困扰的 就是IPO因素 其实久不久都说 当然这一刻 是不是很大的关键位 我觉得未必是 但假设 你说短期里面 IPO方面 真的有机会重启 或者真的出来的时候 会不会那一下 今日又又震一阵 其实大家也需要去去注意 所以我觉得 省为有一些因数 都若留意 但是整个来看 相信不是差的 所以变成来看 以数据 paint 吾应来说 特别是上升指数来看 Pole다른看里面 看看是什么安置 如果以当前小孩 保持摄星轨去上去 我很相信 即使来看 当然第一层 看看是否能够 上回2003階层上去 以 cups上去的时候 我相信有机会市场5月29日的高位 大概2334点 我相信这个位置可以做这一阵中短线的目标 谢谢Rafi在内地股市方面的分析 不如转一下话题 跟大家谈谈本地地产股或收租股 如何说呢? 因为在上约交易日来说 很明显这个板块有个不错的表现 最主要是联储局意外方面不会收水 所以它变相延迟退市行动 所以看到本地地产股或息口敏感的股份 全部都升上来 不如看看今天的表现 先看到详实跌8毫 行基地产下跌4毫半 新地跌过半跌幅超过1% 新世界发展回到超过3% 跌4毫2只报$12.08 上网字方面跌3毫4报$11.52 收租股方面的情况 欺慎上升2毫半指 加利建设跌2毫 泰股地产升五仙 九仓跌3毫 汇德峰跌6毫半指 跌幅1.6% 好,这个板块又如何部署好呢? 之前来说大家说可以看花好一点 今天来说市况有轻名回吐 暂时部署策略如何呢? 似乎看到行龙地产今天挺标青 因为看到在隔组时份 曾经都急升成7% 但这个升幅明显收窄 现在升2.5% 去到$27.05 如何部署这个板呢? 暂时这个板来计 其实跟上星期说的因素都差不多 虽然上星期四样东西产股有抽升 但当时大家说比较看短线 因为我仍然有一些保留 没错,我最主要是这一阵升上来瘦的因素 刚才讲到美联储这一刻不去收水 变成一些所谓的同色和敏感比较高的股份 也有过即市的刺激 好像是一些释放水出来抽上去 但理性地去看 这一刻不去减买債,不等于未来不去减 上一集也说到 有些其他地方住院的官员 都出声说 刚刚这次 为什么不减买債呢? 只是轻轻叫做购票通过 变成有些官员 其实已经表态 在未来想去收水 所以下一次意思来说 即是缩减 或者再下一次去收水 其实可能性仍然是大 所以这些因素来说 会到时又令到个别的地产股 又再重炒一个叫做不释口的因素的时候 可能会有着打击 虽然这些来说 只是短线刺激 而且以刚刚过的周末 这个假期来看 虽然有个中秋假期 亦缠住了下去 但整体要以本地的一个楼市 特别是二手市场来计 因为无论看楼或成交方面的中数 都不会弱的 又是进一步去淡静 即是这些因素都比较静底下 在什么样记得到 日本地的楼市 其实是否单方面向好 都仍然是一半一半 所以这些因素之下 我相信经过上个星期 升了这么多的话 其实这一阵反而 只是有少许的调整或整固 更何况以外 各地地产股和市一样 就是上个星期这样 列口上来 其实实际上 为了遗留了比较大的上升列口 所以看看有没有机会 乘着这一阵 叫做补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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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